110年全英慧柔道賽事超級精彩 就連東京奧運舉重金牌郭姓淳也來到場邊觀看 原來大力女神是來幫她的體能訓練師 代表高雄市出賽的鄭育兒加油打氣 OKOK那我們就別打擾她啦 重點是一樣有在東奧奪牌 代表台中市出賽的柔道男神楊根偉 在男子組第一量級的金牌戰可是陷入苦戰 因為對手就是她平常的陪練員 同時也是她的親哥哥楊俊廷 在彼此招式都熟悉到不行的情況下 楊優偉這一仗幾乎比奧運金牌戰還要艱難 兩人一路殺到黃金奏死賽 楊優偉積極搶攻 終於讓楊俊廷吞下第三次直到 成功在兄弟戲牆當中勝出摘下金牌 就是怎麼講就是心裡真的是很感動 因為說實在還滿久沒有比賽了 對哥哥很久沒有比賽 然後看到哥哥也有這麼好的表現 其實我也是很開心 其實我們都知道說我們就是 一定要發揮出自己我們最大的 最大的實力才是對對方最大的尊重 我們在場上就是敵人 那我們場下就是親兄弟 我主要的用意是全力跟他對戰 然後身為陪伍員的角度去看他 讓他在十一月的時候出賽那個阿布達比 大滿貫可以拿到好的成績 辛苦搶身的楊優偉也達成了全運會二連霸 同時東奧同梯戰友一樣代表台中市出賽的林哲豪 也在女子第一輛級封後 為台中市南瓜男女第一輛級雙金的夾擊 不過說到夾擊 2016年里約奧運國壽 代表新北市出賽的蔡明彥是更加了得 霸氣摔倒對手以一蹦摘下金牌 達成個人五連霸的紀錄 但是要說到連霸 還是柔道女王連真靈更厲害 招牌請記三角類 五人能擋 連續七屆在全運會封後 寫下史無前例的七連霸 真的是很特別 我覺得這真的是沒有人可以有我這個經驗 所以我不管是好的經驗壞的經驗 我都覺得那些都是成就我現在的經驗 好的壞的都成就了現今的自己 先前在東京奧運失利的連真靈 至今都還沒完全走出落敗一霾 幸好還有家人親友以及粉絲的鼓勵 讓她還能夠繼續再柔道這條路上奮鬥 我覺得真的很感動 然後就是很多人還是不管奧運的成績如何 還是這麼的支持 我這點真的讓我回來感受到最深了 所以這些感受到了感受 讓我能夠繼續走下去的 成為我繼續能走下去的動力 全運會完美連霸之後 連真靈接下來的目標 便是2022年的杭州亞運 以及童年的世界錦標賽 期待柔道女王到時候在國際賽場上 也能夠大放一彩 我來推一台采訪報導 我們先試試看 然後再一次